請妳看仔細 魔法拉霸雞 魔法拉霸雞 請妳看仔細 歡迎拉霸雞 好累 莫莫姐姐 為什麼妳今天看起來這麼累啊 蘋果姐姐 我想是我昨天玩拼圖玩太晚了 所以沒有睡飽了 不過在拼玩拼圖的那一剎那 真的太感動好有成就感喔 玩拼圖真的有那麼有趣嗎 真的真的啊 拼圖可不是隨便拚拚就好囉 還要加上好好的思考和推理 才能完成喔 而且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遊戲耶 今天啊 彤彤姐姐和果凍姐姐 也在玩拼圖遊戲喔 不過他們遇到了一個小小的困難 需要小朋友一起幫忙解決喔 真的嗎 拼圖我最厲害了 讓我來幫他們 那我們趕快一起去看看題目吧 玩拼圖我先拼圖 妳先 我拼第一塊 換我… 獅子的頭 好 那換我囉 我要拼這一塊是… 是獅子的臉臉耶 對啊…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看看獅子的身體 好 肚子這一塊… 來找一下 糟糕了 這三塊拼圖怎麼都長得這麼像啊 就是啊 到底是這一塊還是那塊還是那一塊呢 小朋友趕快來幫我們找一找 到底這三塊拼圖裡面 哪一塊才是獅子的肚肚呢 來試試看這一塊好了 好 原來彤彤姐姐和果凍姐姐 要找獅子的肚子這一塊拼圖啊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提示吧 第一塊拼圖是什麼呢 好 一起來仔細的看一看喔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有一個眼睛 而且還有獅子的長頭髮耶 這個是肚子這一塊拼圖嗎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獅子的尾巴 而且還有一個獅子的屁股耶 是這一塊嗎 還是有更接近的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第三個提示 第三個提示 這個好像看起來有一些些獅子的肚子 還有牠的一隻腳 而且還有一些些獅子的長頭髮 是不是這一張呢 摩摩姊姊覺得 應該是有獅子的腳的這一張喔 不知道小朋友覺得是哪一個呢 那不知道摩摩姊姊有沒有答對了呢 我們趕快一起去看看答案吧 答案到底是什麼 大大雞來告訴妳 找到了… 就是這一塊把它拼上去之後 獅子的肚肚就出現了 出現了耶 好棒… 童童姐姐還有兩塊 我們趕快把它完成吧 好的… 那妳試試看這個 我要拼這個 我想牠應該是這一塊吧 好… 太棒了 獅子拼圖完成 好棒… 好可愛喔 果然加上獅子腳的這一張拼圖 就完成囉 在這邊摩摩姊姊 再告訴大家一個小知識喔 公獅子是有棕毛的 但是母獅子就沒有喔 大家記得了嗎 那小朋友都學會了 魔法拉包機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